大家好,这里是荣花说剧 今天来讲高分美食日剧 深夜食堂第三季第一集 时间一点点过去 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痕迹 泡饭三姐妹依旧单身 不过他们似乎不再相信什么纯爱 原因是几年前同学结婚 撒完狗粮又搞了过外遇离了婚 唉,可惜了曾经的分子钱 还记得一身骚红色西服的美食家护衫吗 他来到深夜食堂 还是只吃黄油拌饭 品尝美味佳肴 还是得意这一口 正说着 又因为老孙推门进来 点了炸肉饼 自从丈夫阿泰八年前去世 他就像被带走了灵魂 再也不来深夜食堂吃东西 怕触及那些伤痛的回忆 但是多年过去 该放下的总归要放下 可当咬了一口鲜香酥脆的肉饼 还是忍不住眼面痛哭 因为这也是阿泰最喜欢吃的 老林见他的样子 内心也有些酸楚 却不知道怎么安慰 只能把肉饼打包 让女人带回家 给阿泰尝尝 很多时刻都认识他 美杀旭 当年也是红极一时的歌手 即使现在 KTV也有人点他的歌 而美杀旭是典型的夫妻党 他唱的所有歌 都由丈夫作词作曲 曾经是人人羡慕的家偶良配 可是丈夫去世后 美杀旭悲痛欲绝 就此封侯 几乎闭门不出 正是对丈夫的深情 他画地为牢 将自己囚禁 霍山想象自己 忍不住自嘲 他若死了 老婆一定高呼万岁 一句玩笑话 让店里的气氛缓和不少 就这样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 再见到霍山时 他却像 霜打了的茄子 精神不佳 憔悴不少 原来老婆查出了癌症 虽然已经在做手术 但能否恢复 还要看后期治疗 况且他本人态度消极 让人很头疼 霍山这次没点黄油拌饭 而是要了杯冰啤酒 老婆不会做饭 霍山在寻找美食的途中 不知不觉 就被人称作美食评论家 但是现在还是觉得 老婆那些难吃的饭菜 是世界上最棒的食物 霍山不会照顾人 却对老婆尽心尽力 无微不至 为了让他开心 满足以一切任性要求 包括想听的一首歌 话在不言中 可由于是老哥 早就不再发行 跑了很多地方 也没买到威地 霍山难过之下 跑去KTV 用那无音不全的嗓子 嚎了一下午 刚好美杀剧 也在隔壁包房 看着自己唱歌的样子 很想起曾经那 炙热灯光和熟悉的话筒 但他没有跟着哼唱 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 出来时 与霍山迎面相撞 同为伤心人 一起来到深夜食堂 喝一杯 霍山说出自己的情况 本来妻子小他一轮 原指望他能照顾自己 可惜天不遂人愿 如今很想为他做点什么 却发现小野心愿都满足不了 那种挫败感让他难以接受 其实妻子很想听的那首歌 就是美杀续的话在不言中 霍山请求他为妻子再唱一次 就当鼓励他与病魔抗争 活下去 但美杀续拒绝了 他在阿泰坟前发誓过 不再为别人唱歌 老林在厨房听到他们对话 抽着烟默默不语 晚上霍山来到深夜食堂 希望17号能抱下场地 老婆那天出院 想来此庆祝 得到老林允许 又匆匆离开 只是他刚走 美杀续就来了 还是炸肉饼 但吃的时候没有哭 老林希望他与护山 能彼此救赎 对他来说 也许阿泰最喜欢唱歌的你 这句话犹如某种力量 美杀续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 是否如同阿泰希望那样 隔天他就根据老林提供地址 来到护山老婆所在的医院 不能唱歌 说些励志的话也是好的 但护山老婆有一句话 却打动了美杀续 无需为谁 只为自己唱歌 再想想老林的话 终于敞开心扉 从医院出来 美杀续静职去了墓地 阿泰从来没对他说过情话 但歌曲中句句都包含着 我爱你 自己却将其封尘不应该 老林考虑到护山妻子的情况 17号那天早早地做好了晚餐 护山也准备用着破罗嗓子 为妻子开唱 可他还未开口 音乐声提前响起 美杀续身穿礼服 唱着那首人人熟知的 《话在不言中》 久违的声音引起很多人驻足 美杀续也从中找回丢失的自己 脸上的笑容与自信 才是阿泰最喜欢的样子 护山与老婆热泪盈盈紧握双手 他要坚定心心活下去 两人没有说话 就如同那首歌《话在不言中》 言语再多说也不够 此时无声胜有声 所以就请你这样抱着我 曲落 室内室外掌声雷动 美杀续要了炸肉饼 护山却哭得不能自己 夫妻俩唤醒美杀续的内心 美杀续也让护山妻子知道 活着与爱人相伴那么美好 深夜食堂第三节第二集 油暗的巷子里 依然橘黄色的小灯准时在深夜十二点亮起 掀开黑色的遮门帘 首肿面容憔悴对老林深深居一躬 一直以来承蒙照过 城市太大 梦想却遥不可及 努力得不到认可 无奈之下还是选择回老家 帽子书为年长者不由感叹 受挫一次难以承受 总受挫挫反而就习惯了 人生啊 就是要与苦难同行 只是首肿刚走 鱼也带着年轻小伙走进店里 进门就点了番茄卷和啤酒 年轻小伙叫乔本 本次获得了漫画新人奖 作品在下一期刊登 一切顺利 后面还会有连载 年纪不大却有如此成绩很厉害 吃饭间鱼也说起手肿 他几年前也获得过漫画新人奖 带他来吃番茄卷的时候 与现在的桥本一样意气风发 很可惜 由于灵感匮乏 无法迎合大众 烟花般闪现后 开始沉寂再无起伏 桥本听后赶紧表示自己会加倍努力 为了在漫画界站稳较跟 已经辞去了兼职 一心投入创作中 如此破釜沉舟 确实令人心潮澎湃 老林侧耳倾听 无奈一笑 他见过太多梦想破碎 希望这个傻孩子能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 可能是老林想太多 桥本的漫画居然销量惊人 并时常来深夜食堂吃番茄卷 还在这里邂逅了爱情 可一心创作没有收入来源 成了依靠女友的寄生虫 连最基本的交通费都要首先向上 即使这样 他的连载还是翻了车 因为想借用连载出道 作品就要入得了主编的眼 桥本显然没有领悟到其中道理 继续我行我素天马星空 到处抱怨怀才不遇 本以为雨也是伯乐 能将自己扶上马再送一程 没想到在新人层出不穷的漫画界 没有人愿意等铁树开出的那朵花 但桥本依旧心存幻想不敢放弃 只是他的坚持只感动了自己 心中苦闷无法言说 只能用酒精麻痹 同时女友也觉得身心疲惫 穷不可怕 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 有钱喝酒 为什么不交下房租呢 梦想不该成为索取的理由 桥本对他的不满 置若网闻 如往常一样拼命的作画 将自己的迷茫融入其中 然而方向不对 累死也没乱用 主编见他如此拼命 找出近期比较火的作品推荐给他 从中学习学习 或许可以少走弯路 可在桥本眼里那些如同垃圾 再次和于也抱怨时被泼了冷水 过分自负等于对自己撒谎 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背叛 从这之后桥本消失了 于也为此也很烦闷 所期待的全部落空 有多少人累死在画笔之下 毫无成绩 即便有幸成为画家 还是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 也许回老家的手种更幸福一些 说回桥本 被打击过后一蹶不振 精神到了崩溃边缘 九十九只出现暴力倾向 女友再也无法忍受提出分手 桥本自知无力挽回 任他离去 然后独自游荡在世界之外 看不见喧嚣与鸟叫缠鸣 努力奔跑还是无法勾到梦想的尾巴 那一声愤恨的喊叫是唯一的宣泄 很长一段时间后 桥本又来到深夜食堂 干净清爽的小伙变成满脸壶茶 一身丧气 与几个月前的手种如出一辙 想放弃漫画 又害怕从生命力剥离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 老林却认为恰恰相反 抱着放弃一切的信念留到最后的 才是真正的漫画 梦想虽然重要 但为此丢弃所有并不是明智的做法 然而世间万物 风水回转 手种放弃漫画回到老家混得风生水起 再来店里整个人焕然一新 点了以前常吃的番茄卷 身边的女友很漂亮也很喜欢画画 保证生活无忧后 两人用闲暇时间随意创作 竟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已经送了几次稿子去出版社并连载 当时拼了命求而不得 却又在坦然放下时峰回路转 当他看见乔本时 回想起当初的自己 内心还是涌上一股心酸 决定用自身经历指点几句 一直此刻只会适得其反 如果觉得吃力 还是暂时离开漫画比较好 当放下执念与名利的时候 画出的故事才会纯粹 从那以后 乔本再也没来吃过番茄卷 老林一直等着 或许某天他与手种一样 戴志诚就与暗淡喊一句 老板来一份番茄卷 深夜食堂第三季第二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